Hello大家好,我是风云 日常官方爆发了一组金客完全自爆版车型的官图 外国方面,该特别版车型基于性款车型打造而来 其最明显的特征在于特殊的车型服装 采用了灰色车身以及橙色车顶的双色设计 并在车门拔手等处加入了多个元素进行点缀 让该车看上去更加时尚 类似方面整体变化不大 全新的黑色的设计配合多数的多个元素点缀 进一步提升了该车的类似质感 同时将配备7英寸的一听仪表 8英寸的充分屏幕并类自了Apple CarPlay和Android Auto手机互联 虽然无线充电等 安全配置方面即将提供主动式紧急刹车辅助 LDW车道偏离预警系统 BSW盲点监测系统 VDC车身稳定控制系统 360度全景影像 MOD移动物体检测系统等 目前官方并未透露该车更多的动力方面信息 作为参考 相关车型搭载1.5升自然吸气发动机 其最大功率为124马力 转动系统匹配CVT5G变速箱 该车间会限量发射 大家觉得好看不呢 有媒体在近日曝光了一组广汽传奇全新叫跑SUV的叠照 外观方面除了明显的叫跑SUV车身形式外 厚重的伪装材料和临时部件 使得新车的外观变得难以判断 预测新车未来也将采用广汽传奇光影雕塑3.0家族化的设计 其前连也将采用全新的凌云翼式设计 整体设计风格将更加运动化 新车自身侧面后方的腰线延伸至后备箱盖处 并应上扬形成小型扰流板的样式 显得具有动感 新车与后方的全新GS4在轴距和自身齿轮上较为相近 因此这款全新的叫跑SUV车也将定位为紧凑型 同时并不排除二者同平台的可能性 同样发动机器传统系统未来也将共享 不知道多久会发布呢 外媒曝光了一组雪铁龙纯电动大型轿车的渲染图 新车整体设计风格简洁 分体式头灯封闭式的前中网均为目前比较流行的设计语言 但A、B、C柱以及D柱的黑色装饰条 营造出了悬浮式车点的效果 配合较大尺寸的车身来看 车面视觉效果十分修长 此外头灯、车裙、尾灯周围轮廓的亮绿色装饰条也十分的活泼 据悉新车将产制由EMP延伸出的纯电动车架构 目前PSA集团的EMP架构只适用于插电式混合动力车型 但EMP可延伸出纯电动平台 但具体动力设央信息展示未知 而作为血铁龙全新旗舰车型将于2021年在上海特展亮相 而且新车的推出将有效填充欧洲纯电动大型车细分市场的空缺 这个造型你喜欢吗? 日前外媒拍摄到了凯迪拉克CT5新车型的叠照 相比于CT5运动版车型要更加接近一些 车身进气口由网状结构全部更换为了横幅式设计 与ATSV、CT6V等网格状加横向格扇搭配的方式也不相同 前部位造型也进行了调整 除了内部结构改变之外 在两次还增加了新的通风孔 尾部同运动版一样 其后备箱盖上方会安装一个小型的扰流板 不过在底部该车会采用双平共四处的排气布局 动力系统上 拆车齐会搭载CT6V侧型上使用的BlackV4.2升送温轮增压V8发动机 在CT6V上车款发动机拥有557马力的最大功率和850牛米的峰值扭矩 在传动系统方面搭载时数手指一体并不相 官方三位正式公布过CT5V的消息 但是凯连拉克产品营销总监陈表示CT5V即将面世 期待一下吧 5月6日北京梅赛德斯奔驰营销服务有限公司宣布 全新梅赛德是AMG1534MATIC以及全新梅赛德是AMG1534MATIC交跑车正式上市 两款车采用了两种不同风格的前列设计 其中交车采用散状格杀 并配以别致的银色镀铬双刃式格杀 两款车均搭配几何多光束LED大灯和AMG独有的车身风格组件 露显出运动与优雅气质的核心统一 侧外与车身同色的AMG后扰流板勾露出更加动感的尾部轮廓 而带扩散器的AMG后裙板与经典圆形双边共双处的排气管 以及20英寸AMG双五弧轻合金轮圈则彰显其运动特征 配饰以黑色为主色调 座椅风线 仪表盘边缘 车门辐射等处用红色搭配 双12.3英寸的高清显示屏提供经典运动和情味三种不同显示风格 而拉帕皮革包裹的AMG高性能座椅 另外 银色铝置换挡拨片和12点钟标识的新型AMG高性能方向盘 以及AMG碳纤维中控台 这融合了豪华感与运动感 此外 大尺寸的全景是滑动天窗进一步拓展了车内的空间感 动力方面 搭载3D0T直列6缸发动机并搭配48伏电动机 其中 汽油机的最大功力为435马力 电动机的最大功力为21马力 扭矩输出方面 汽油发动机的最大扭矩输出为520牛米 电动机缝制扭矩为249牛米 价格上 财商建议零售价格分别为人民币94.88万元 以及97.88万元 这次你敢买吗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关注微假 每天都有新内容 我们下期视频 再见咯